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外面打工 很少回到那个没有一点点温暖的家 家里的爸妈重男轻女 我在他们那里没享受过什么父爱母爱 所以从小就缺乏安全感的我 总是卑微地想要讨好别人 包括我那自以为是的婆婆 我和老公李涛是在外地打工认识的 我们在那个加工厂一连工作了四年 在工作的接触中我们互生好感 然后便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 李涛比我大三岁 在工作方面很成熟 也是我们组的组长 可以说在恋爱那会儿 他给了我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我们是自由恋爱 自由结婚 我爸妈只认钱 并且李涛家离我家还是有些距离的 开车回家的话 需要六个多小时 谈恋爱谈了两年多 然后发现怀孕 李涛便带着未婚先孕的我 回了他们老家准备婚事 那个时候 婆婆兴许是看在我肚子里宝宝的面子上吧 还算可以 并没有很刻意地去为难我 李涛还有个姐姐 比我们晚两个月结婚的 嫁得不远 所以有事没事的就过来凑热闹 在我们办婚礼的时候 大姑姐还未婚 所以事事都参与其中 她和婆婆 那不愧是母女俩 俩人一唱一和 怎么省钱怎么来 并且找的理由 还都是我反驳不了的 因为他们句句不离为了我 怀孕本来就辛苦 大操大办就算了 简简单单的 请客吃个饭就好了 哎呀 那些礼服啊 婚纱的就算了 怀着孕的 本来甚至就沉 穿那些都是累赘 嗯 我未婚先孕时是全家齐上阵 劝我不该大败酒席 不该操劳过度 等轮到大姑姐未婚先孕时 就是另外一番说辞了 酒店要带新的 婚纱礼服是独家定制的 恨不得让她婆家八台大轿 将她迎娶进门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 说婆婆双标的理由 将我和大姑姐的婚礼 做个对比 啥都明白了 我婚礼所有的费用加起来 还不如人家拍的一套婚纱照贵 所以 你们应该能够想到 我的婚礼有多寒酸 我没穿过婚纱 就连一张像样的婚纱照都没有 说的是以后生了孩子再去补账 可如今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也没兑现过承诺 不过这些我都忍了 可以说是我自找的 李涛在公司像个男人 回了家就变了味 在婚礼这些事上 她事事都听大姑姐和婆婆的 事后 还一个劲地劝我 要多为孩子想想 婆婆她们 也都是为了我考虑的 婚礼只是个形式罢了 没那么重要 最可笑的是 当年这些话 我还都当真了 觉得他们一家 对我是真的好 至少比我爸妈对我好 还知道关心我 要不是经历大姑姐这婚事 我兴许还自个儿偷着乐呢 婚后流的眼泪 都是婚前脑子里进的水 简简单单地办完婚礼 我们俩人都没有再出门打工 李涛在他们家附近 找了一份做修理工的工作 虽然工资低 但生活勉强过得去 而我那个时候 已经月份大了 也就没有去找工作 想着等孩子生下来 就稍微稳定点再去工作 大姑姐家 嫁得并不远 走路就十来分钟 所以她结婚 跟没结婚一样 基本上吃喝什么的 都守在娘家 她婆家条件很好 家里都是做生意的 所以人家怀孕什么的 自然比我金贵 不过我觉得 大姑姐整天守在我们家 也是有好处的 俗话说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要不是这大姑姐 我还真看不出来 我这婆婆有多双标 同样两个人都怀孕 可婆婆对我的态度 是天差地别 怀孕的人本来就嘴馋 我每次让李涛下班 给我买点东西回来吃 水果一些的 她就说 隔壁园子里的水果 不够我吃嘛 瞎浪费钱 那大姑姐的老公 每次来接大姑姐 婆婆就是千叮宁 万嘱咐 怀孕很辛苦的 没事多买些 新鲜水果什么的 给她补补 我怀着孕 整天在家 要帮忙打扫卫生 洗衣做饭 婆婆说 为了以后好顺产 多活动活动 以后生的时候不受罪 而对大姑姐的老公 又是一番说辞 没事了 多陪她出去走走 家里的重活累活 就不要让她碰了 累着了容易滑胎 然后大姑姐整个孕期 都是被婆家捧在手心里的 要啥买啥 那护肤品一些 都是大品牌的孕期专用 而我 只能抹三块钱一包的宝宝霜 那些东西抹脸上 对你和孩子都不好 这宝宝霜便宜又实惠 就这些小事都这么大的差距 咱就不用想 我生孩子做月子这些事了 生孩子顺产 圆了婆婆的孙子梦 做月子是婆婆照顾的 整个月子期间 她事事都为孩子 从来不问我 喜不喜欢吃那些下奶的东西 为了孩子 你应该如何如何 这是我坐月子那几十天里 听得最多的话 而李涛呢 在我生完孩子 请假陪了我 三天就被婆婆赶去上班了 而咱这大姑姐生孩子坐月子 婆婆提前半个月 就跟她女婿说 打好招呼 要请假在身边伺候着 预产期快了 身边可不能离人 你请假回来陪着她 我放心些 生完孩子也是一样 大姑姐老早 就预定了月子中心 而我 只能回家听婆婆叨了 之前的时候 李涛听见婆婆 和大姑姐叨叨我 还是会替我鸣不平的 可是后来 鸡毛蒜皮的小事 越来越多 我也会经常找她抱怨 她便没了耐心 基本都是摔门而出 要么就是装睡 自己找的罪 只能自己受 我将孩子带到六个月 也过够了伸手 问李涛要钱的生活 被婆婆和大姑姐 各种挤退 李涛又是无视 他们对我的态度 我决定出去工作 经济必须独立 说难听点 要是真有那么一天 我不想凑合过这种生活 离婚了 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 那儿子的抚养权 我是半点希望都没有的 婆婆和李涛他们 也都希望我出去工作 一个月多多少少挣点 最起码贴补家用够了 他们当时就这么盘算的吧 而我的大姑姐 是吃喝不愁 孩子生了月子做了 整天就想着恢复身材 逛逛街 没美容 孩子都是她婆婆带着的 人家过个节什么的 张河问她老公 要的随便一个包 顶我一年的薪水了 我每次开口 问李涛拿钱 不是给孩子买尿不湿 就是给家里交水电费一些 从不敢奢求 李涛能给我买个礼物 我随便找了一份 销售的工作 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学起 现在 已经从事这份工作 两年多了 孩子也会跑了 在这两年里 每天忙着怎么成长 怎么赚钱 怎么给孩子最好的 所以 没时间去计较 生活的琐碎 也就觉得没什么了 可能是看开了吧 婆婆在家里带娃 我每个月 都会在发工资时 给她一部分 刚开始 工资低就给得少 后面工资上涨 给她的钱 也跟着上涨了些 我是改变了心态 而我那婆婆 依旧是那副嘴脸 只有给她钱的时候 她会满脸笑意 高兴几天 总之 她双标的品性 一点都没有改变 我现在一个月 业绩好的情况下 差不多可以拿到八千多 前段时间 我们品牌方的八周年 做活动 活动力度有些大 所以那几个月业绩 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 收入过万 为了奖励自己 我从朋友那儿 买了一套 两千六度的护肤品 说实话 那可能是我这三十多年来 第一次狠心投资自己 快递带回去 儿子就扑过来 我随手放在桌子上 还没来得及拆 等我给孩子洗完手 出来以后 婆婆已经帮我 打开快递盒 当她看到 两千六的票据 气得直跺脚 恨不得 把我千刀万剐的那种 挣点钱 不知道自己姓赏了 一点都不知道顾家 花几千块钱 买一堆瓶瓶罐罐的回来 那脸上再磨也是一个样 当不了明星 那对我 就是好一顿埋态呀 大姑姐随后 带着孩子也来了 俩人你一言 我一语 我就好像 是犯了滔天大罪的罪人一样 被人家俩严审审呢 以前呢 我没有底气 我傻 可现在不一样了 我有手有脚 有工作 我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自己挣来的 为什么还要 受你们的气呢 你们真的是教育我上瘾了 是吧 我花钱怎么了 我是问你们要一毛钱 还是问你儿子 要了一分钱 我自己挣自己花 我招你们还是惹你们了 真是一天天的 给你们脸了 我做啥都是错的 我即使再没本事 都比蛀虫强 大姑姐和婆婆听见我这么激他们 当着我孩子的面 婆婆兴许是急了吧 直接来一句 你去死吧 死了就不会乱花钱了 儿子吓得 一直在一旁哭喊着 妈妈不死 妈妈不死 我转身去房间 拿了身份证一线 带着儿子摔门而出 目前住在我们公司的公寓里面 店长给我申请夫妻房 那天 可以说是我们这几年中 闹得最凶的一次 直接撕破了脸 都把怨气撒了出来 李涛得知此时候 依旧是和之前一样的态度 两边或稀泥 这次我是铁了心了 闹也闹了 骂也骂了 日子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了 那我们就出来当过 大不了就是辛苦一些 最起码不看他们脸色 我也给李涛下了最后通点 这次 要是还不打算和婆婆分开住的话 那就离婚好了 之前 我多次提出要搬出去住 哪怕租房子也行 都被婆婆搅和黄了 李涛上门求过好几次 希望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让我消气了 还是早点回去的好 就当看见婆婆 给我带孩子的份上 不要再折腾了 我真是想两巴掌 呼过去问问 到底是谁在闹 再说了 婆婆带孩子 我也是给钱了好吗 总之 这次是铁了心了 也不想继续过这种 没有一点私人空间的生活 自己挣钱 自己花有错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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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